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视频其实是我提前录制的 因为我5月12号星期五不在家 要16号星期二才会回来 今天咱们这个标题就是郭文贵的法治梦和中国梦 其实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杨建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郭文贵的法治梦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梦》 他觉得郭文贵的这种爆料 对于推动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积极作用 那我之前也说过 我说郭文贵之前是体制的合作者受益者 后来变成这个体制打击的对象 再后来他自己变成打击这个体制的人 变成一个体制的爆料者破坏者挑战者 那么他的这种转变实实在在的揭示出一个客观现象 就是在集权体制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你早上坐大堂晚上就蹲班房 朝为人上人西为阶下囚 只要基本人权没有得到无差别的保障 那就没有人能够免于恐惧 但是今天呢 我主要还是想以这个事情为由头 继续我们上次的一个话题 就是宪政和民主在中国应该先搞哪一个 上次谈了那个话题以后啊 在我那集视频下面 朋友们的讨论很热烈 有上千条留言和评论 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咱们再深入探讨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刚刚看到这个话题 对我们之前的讨论不太熟悉 那我就简单再回顾一下 所谓宪政啊 就是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受一部基本法律的约束 在这个体制之下 不管你是当权的还是不当权的 所有人的行为 它都是有边界的 有天花板的 它是这么一种社会组织的方式 当然这部基本法律 现在一般被称之为宪法 有人说宪法就是用来管政府的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总结还不是那么全面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主要是两个作用 第一是约束一切权力主体 还不光是政府 第二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就是说你的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不受侵犯 个人财产不受侵犯 当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宪政国家 同时也是民主国家 大多数情况下 民主和宪政这两世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宪政就能画等号呢 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宪政的外延比民主要宽 宪政可以通过民主之外的别的方式来实现 比方说在今天的香港 它是一个有司法独立 一个有宪政的社会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法治社会 但是它的民主不充分 不能说没有 不充分 它的行政长官不能普选 立法机构里面的一半左右的议席也不能普选 新加坡也是类似的例子 在历史上的英国也是光荣革命之后 先奠定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 然后在这个框架下 它的这个民主不断的发育成长充实的 所以宪政它可以是民主立宪 也可以是君主立宪 也可以是贵族共和精英共和 它只要实现了那两个条件 就算达标 第一就是国家权利受到约束 第二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得到保障 它宪政就算达标了 至于这个权利的来源呢 它并不一定要求是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 所以这就是宪政和民主之间还有些差别 那么这是咱们对上次谈话的一个简单总结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在我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就有争论 有的朋友呢就说 这个民主还是得在宪政之先 就是要先搞民主才有宪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宪政就要有个宪法 对不对 你要是没有民主的话 那么你这个宪法制定出来 并不是真实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那你这个宪政 那不过就是这个权贵集团换个办法再玩呗 再把我们大家都代表一回继续欺压老百姓吧 所以呢 他们觉得民主还是得先搞 当然也另外有一些朋友认同 宪政应该在民主之先 那么中国到底是应该先搞民主还是先搞宪政呢 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当然让我说呢这个问题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更加复杂 因为现在我们连谁是鸡谁是蛋都搞不清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啊咱们就不能够单从概念出发来抽象的讨论 就得从事实出发 得从历史的经验出发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 这个作用现在就体现了 是应该先搞民主还是先搞宪政 这两条路其实都有人走过 那么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经验 在近代国家里面 英国和美国 他们这条路是宪政在民主之先 而法国大革命呢 是民主在宪政之先 当然咱们这个区分呢也是相对的 不是说英美这条道路是先建立宪政体制 再搞民主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就完全没民主了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在开始的时候 它的民主成分还不够充分 范围还不够宽广 英美的民主道路是在宪政的框架之下 逐渐壮大逐渐发育起来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要特别提一下英国的政治文化 其实也是英国人的一种性格 他们的一种基本信仰 就是保守主义 那么英美的文化呢 他们是基本不否定历史 不否认传统 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添加新的东西 一路修修补补走过来的 它不搞一步到位的改头换面 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吧 就是在英国历史上 存在过一段短暂的共和时期 1649年 由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 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 克伦维尔担任护国公 成为国家实际上的独裁者 但是这段过程很短 1658年 克伦维尔就去世了嘛 然后马上英国议会 又宣布恢复君主制 查理二世返回英国 它又跟原来那个传统接上了 所以我们看英国它处理冲突的方式 在历史上很有意思 你像13世纪初 英国贵族和国王约翰一世爆发了激烈冲突 内战当中国王失败了 但是英国的贵族并没有废除国王 而是和国王签订了一个大宪章 来限制国王的权力 这个大宪章可以说是英国的宪政之始 是君主立宪的雏形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大宪章它其实已经包含了宪政的基本要素 它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宪政达标的那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限制权力 这个大宪章的第61条规定 要成立一个25个贵族组成的监督委员会 来确保国王遵守大宪章 如果国王出现了违规的行为 然后40天之内他还不悔改 那么这个监督委员会 就会收回国王的城堡和土地 这就起到了监督权力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达标的条件 就是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这个大宪章的第39条规定 除非经过普通法官的审判 任何人不得被囚禁 流放 处死 而且不得没收他的财产 所以大家看一看 英国八百年前的这份文件 它的进步性 它的先进性 是不是觉得比八百年后共产党所有的党规法纪文件加在一起 还要先进呢 所以这方面也确实是比较让人觉得悲催啊 就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啊 现在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上 连人家八百年前都没有赶上 当然了 这个大宪章签署以后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 他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 后来的大部分条款也陆陆续续被废除了 但是到了17世纪 当英国国王和议会产生激烈冲突的过程中 这个大宪章又被立宪派翻出来了 然后加以阐述发挥 看我们这个历史上是有这个传统的啊 你得认祖归宗 所以最终发展出1688年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的这种君主立宪体制 光荣革命以后的这种君主立宪体制 和八百年前比有一个重大的进步 就是它建立了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 它实际上实现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 为这种虚君立宪奠定了基础 这种虚君立宪的体制 比起大宪章来讲呢 它保障了更多人民的权利 同时也扩大了保护的人群 所以我们看英国的它这个政治文明的进程 都是既往前走又妥协 国王也妥协 贵族和议会也妥协 权力结构虽然变化了 社会已经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但是它的传统和文化一直保留着 所以英国人的这种习惯呢 就是它从来不轻易废除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英国国王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你要废掉它就很容易对吧 就跟扔掉一只鞋子一样 英国人就不就留着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华人朋友有多少人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土地啊 名义上啊其实它都是属于British Crown的都是属于英女王的 以前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加拿大是有这条法律 我开始还不信 后来就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link啊 就是一个很正式的文件 还真有这条法律 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土地就是属于英国女王 那你说万一哪天在伦敦的那个老太太犯糊涂了 或者心血来潮 说我要把我这片土地收回来 那是我的合法财产 那大家怎么办呢 会不会被强行拆迁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 虽然有这条法律说加拿大的土地是英国这个老太太的 但是呢还会有其他一系列的法律 让前面这条法律事实上变得无法执行 所以在英式的法律体系里发展出一个很奇葩的概念 就是女王代表所有加拿大人拥有加拿大的土地 但是她没有任何实际的控制和支配的权利 所以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女王办公室 哪天突然给你们家来个电话 说你家这块地 伦敦那个老太太要拿回去 你得搬家 你说有一系列的法律 让前面那条法律变得事实无法执行 那你还把那条法律留着干什么呢 你把它废除就完了呗 就不 英国人的习惯就是啥都得留着 就是名义上我们得尊王嘛 尊重我们的传统 所以加拿大的土地还是属于英国王室的 但是呢 也就让你这个老太太心里美一美 实际上你一块石头都拿不走 这就是英国人的文化 其实美国呢 因为它是从英国这个文明接续来的嘛 所以它也是这个传统 1787年的美国宪法 它主要也是奠定了一个宪政的框架 后来不断地在这个宪法上追加修正案 现在一共有27个修正案 第二十七修正案是1992年通过的 它是关于国会议员的工资 就是限制国会给自己调整工资的这个权利 你说这么麻烦搞二十几个修正案 那咱们干脆就写个新宪法不就得了吗 不 原来的东西就是得留着 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添加新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这个英美文明的道路 它先搭建宪政框架 在这个框架之下不断修修补补 不断让它完善 然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让民主成分不断地成长和充实 这叫先宪政而后民主 那么先民主而后宪政 这个道路是谁走的呢 是法国 法国这个国家在近代 对人类文明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像诞生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 而且有人权宣言 对不对 可是呢 法国又是一个极其奇葩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 它是近代以来 在世界上通过的宪法最多的一个国家 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 就有1791年 1793年 1795年 1799年 四个宪法 在十年里面制定出了四个宪法 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里面 他又搞出了七个版本的宪法 所以你看法国人这个习惯 它和英美这种修修补补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不满意的就重启炉灶 就造个新的 我想这是不是跟法国人性格生性浪漫有关呢 反正一不满意了 我没有修修补补这种耐心 我就重新造个新的 比修补一个旧的要容易多了 要痛快多了 可是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 有宪法却没有宪政 在大革命以后那十年 虽然他出了四个宪法 他也讲三权分立 讲个人自由和平等 但实际上执行的是 平民对贵族的专政行动 他并没有广泛的保护公民的 个人财产和个人自由 国家暴力实际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特别是1793年 雅各宾人上台成立了 那个公共安全委员会 他强迫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 国民工会赋予他行政权力 他就变成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机构 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 他不仅有行政权 他还控制着革命法庭 他指定谁是反革命 谁就是反革命 就得被杀头 所以雅各宾人专政这个时期 虽然很短 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法国却杀得人头滚滚 这不到一年时间里 上断头台的至少有17000人 各地被就地处决的 至少有25000人 几乎传统法国社会的精英 贵族阶层被屠杀殆尽了 那么只要存在着 不受约束的权力 就不是宪政 所以法国大革命可以说相当程度上 它是先建立了民主 却没有宪政 为什么说它是先建立民主呢 因为1792年 法国就有普选了 通过普选成立了国民工会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 那么1793年 它就迎来了雅各宾党人的专政 所以可以说 法国它走的这个道路 是在民主革命的血以腥风之后 逐步建立起宪政 法国现在被称之为第五共和国 它怎么有那么多共和国呢 是因为它每对宪法做出一次重要的修改 产生一版新的宪法 它就是一代共和国 第一代共和国是1792年开始的 那么第二代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很少 第二共和是1848到1852年 只存在了四年 就被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 路易波拿巴自称为拿破仑三世 然后到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 这个第二帝国倒台 就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存续时间比较长 从1870年到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败于德国 那么第四共和国是1946年到1958年 那中间是空了几年 是因为二战期间 统治法国的主要是德国人 法国南方的那个维西政府被认为是伪政权 所以二战以后呢 法国人不承认它 所以中间断了几年 第四共和国是从1946年开始的 那么从1958年到现在 是第五共和国 为什么又搞出了第五共和国呢 是因为在戴高乐的主导下 重新修改了宪法 那么削弱了议会的权力 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因为是对权力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嘛 所以新版的宪法出来 国号也改了 就是第五共和 所以法国的情况基本上呢 就是不满意就另起炉灶 就换个新的 它和英美这种修修补补的文化传统 就大相径庭 所以法国是比较崇尚革命 它和英美这种保守主义的传统 差别就很大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更认同哪一条道路 是英美的保守主义道路呢 还是法国的这种革命比较激进的道路 那么我个人呢 是更加认同英美的这种保守主义道路 这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呢 它不仅能够带来这个政权更迭过程中 政治结构变化过程中 动荡比较小 冲突比较小 这种效果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在文化的传承上 英美它相对自己的传统保留的比较多 今天的社会问题也少一些 而法国它是崇尚革命的一个民族嘛 所以它是左派思想的大本应 它的变革的思想比较繁荣 那相应的呢 自己传统抛弃的比较多 现在的社会问题也比较多 像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 福利主义等等啊 都是困扰当今欧洲社会的问题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 如果咱们比较推崇英美的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道路 把这个观点运用到中国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共产党留着 让他自己修修补补自己慢慢改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大家要知道 君主立宪之所以在英国能够完成 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宪政社会 是因为王权和宪政有互相包容的空间 王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排他的意识形态 它和要建立一个什么形态的社会 它并不直接相关 就说哪种文明阶段的社会 你都可以有国王吗 你农业社会可以有国王 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有国王 未来什么形态的社会 它都可以有国王 同时呢 它和这个国家的组织方式也无关 你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行省制的国家 可以有国王 你是联邦制的国家 也可以有国王吗 但是共产党呢 不是啊 共产党它是和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 和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的 这个共产党的基本哲学决定了 它只能去创造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 它要控制经济 控制政权 乃至控制思想 它就没有妥协的余地 这个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就是把集权变成了共产党的一种基本信仰 它没有对社会的绝对控制 它就不是共产党了 它就变成另一样东西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好办 当然有的朋友会说 现在不是在另一些国家还是有共产党 共产党没有掌权吗 你像在美国 在法国 它好像还有共产党 在俄罗斯还有共产党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这些国家所存在的在野的共产党 其实它不是列宁主义政党 它已经本质上是社会民主党这个性质了 而列宁主义的政党 它是一定要走上暴力夺权的道路的 所以在共产党的主导下 要实现宪政就很困难 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 先宪政后民主 这条道路好像社会动荡比较小 应该比较适合于中国 如果是在1949年以前 国民政府当政的条件下 经过它许诺的三部曲 军政 训政 宪政 宪政 最后走向这个民主和宪政 希望确实是很大的 这条道路如果不被打断的话 即使是在清末 由清廷主导的这个宪政改革道路 假如这个进程不被打断 它也很有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因为这些统治者 它的意识形态 它管制社会的方式 它并不是那种绝对极权式的 它和宪政之间 还有很多包容 可以互相妥协的空间 可是就是在共产党这种 已经完成了高度固化的 极权社会里面 要想实现宪政改革就特别的难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说起来容易 最后一回到党的领导 这个事情上就卡住了 所以这也是当今的中国人 包括体制内的有一些 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 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无奈 很残酷的现实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 咱们先聊到这儿 咱们5月16号星期二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